一岁丧父 母亲带大三个孩子 这个房子楼不楼啊 还楼 你看这房子都楼什么时候了 房屋拆迁 却遭叔叔奶奶抢钱 你虽然你几年前还能欺负我 现在我也大呀 生活艰辛 家人无情 一对母子如何举步维艰 他不是你的亲孙子吗 不是 金牌调节促制型 书职争夺剂 即将为您呈现 你还吃了 你比我吃得好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又把你吃不了 我装修不了孙子 他不是你的亲孙子吗 不是 那位是亲儿不是 那位是亲 画面上这一老一少 是一对祖孙俩 奶奶名叫孟宪英 今年78岁 共有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眼前这个情绪激动的孩子 就是孟宪英的长孙 赵龙帅 今年17岁 老话都说隔背亲 那么这对祖孙俩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 为何闹得水火不容呢 一提起长孙赵龙帅 孟宪英就气不打一处来 他告诉百姓条解缘 他的大儿子在2001年就去世了 扔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 17年过去了 大家一直相安无事 可谁知就在去年 他的长孙 却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 告上了法庭 让他丢进了颜面 那祖孙俩 为何会闹到了 对簿公堂的地步呢 于是调解员随同 焦作是马村区法院的 执行法官周宝兴和刘锦 来到了赵龙帅的家里 赵龙帅委屈地向调解元素说道 之前他们一家四口 是跟爷爷奶奶两个叔叔 共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的 可2009年南水北调工程 要拆迁他们村里的房子 便要按平方给他们每人赔偿 相应的拆迁补偿款 和一人40平米的房子 然而他的奶奶和两个叔叔 没有跟他们商量 就把属于他们家的那份补偿款 给拿走了 并且用这笔钱装修了新房 他们已经住了进去 而赵龙帅和母亲 由于没钱装修 却依然住在这个破房子里 调解元看到 柴小雪和赵龙帅母子俩 就住在这不足20平方的老房子里 房子由于年久失修 已经破烂不堪 而且房子里面积狭小 仅能摆下一张床 人的丈夫四的时候 你当时几个孩子 四个孩子 三喝一水了嘛 有点修喝一水 最小的是一水 他们当时是一家 有一个拱通的债基底 双方卸商就是把这个债基底 留给这个小孩子找龙帅 就放在柴前一口 这个蒙显营由这个 找展审和找展军去把这个 柴前不上官全部领走了 领回来一口 分给了柴前了四万块钱 但是按照这个 比例就是当时卸商的这个 他所拥有的房屋比例的话 还应该在于五万多 他们三个人给分了 所以说 陈耀轩就主张要要求这个 把这个不上官 反放给他 周宝卿法官表示 这个案件是在2016年的6月 下达的判决书 判决结果是被告孟宪英 返还原告赵龙帅 征迁补偿款 五万两千六百三十元 同时 孟宪英的两个儿子 赵战胜赵战军 承担连带责任 现在执行期 已经超过了半年时间 但孟宪英和两个儿子 却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这令周宝新法官有些为难 考虑到他们毕竟是一家人 又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周法官不想采取强制措施 以免给他们日后的关系 造成更大的裂痕 那么 孟宪英老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难道他就不考虑孙子的感受吗 为了帮他们彻底解决问题 调解员决定 随同周宝新法官一同 去找找孟宪英老人 和他的两个儿子 由于孟宪英将赔偿 他的四十平米的房子 和三儿子赵战军赔偿的房子 合在了一起 所以 孟宪英现在就住在三儿子家 于是我们一行人 来到了老三家 见到了孟宪英 那是根据那个地方 说分配得到了五万多 那并不是说 他说给他多少多 那为什么不判呢 全部给他呀 对不对 对啊 你不能懂 你不能懂 你不能瞎胡说 孟宪英抱怨道 拆迁补偿款是 十五万九千零一十六元 他已经给大儿媳 拆小雪四万了 他不理解法院 为何还要判决 让他再给大儿媳 五万多元钱 于是他就是不愿意给 孟宪英表示 他把那近十二万元钱 都分给了两个儿子 所以他手里 已经没有拆迁补偿款了 那现在赵战胜 赵战军 有没有把这笔钱花掉呢 此时只有老三 赵战军的妻子在家 原本周宝英法官还担心 见不到老二赵战胜 现在老三媳妇主动提出来 打电话把二哥叫回来 那老二赵战胜会回来吗 一分钟之后 老三媳妇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他没这样 他不在这儿 不在这儿 他出去 那我电话 我再打一个 你不相信老的 还必须把老的 签约判决给他 我不知道中华人民公 我这个法律 有这条规定没有 我给你说啊 是这样 如果是你觉得法院判的不公 你可以去往上诉 我不上诉 你听我你说 去上法的 不相比要是方便的话 来老三家 然后咱走到一块 把这个事给说说 说到说到 你啥时候来 我先过去吧 好好好 在调解员的劝说下 老二答应过来 不到十分钟 老二赵战胜就出现了 老二赵战胜对大嫂柴小雪充满了意见 他说自从大哥去世以后 大嫂就没管过家里的事 现在法院判决 让他们把拆迁补偿款还给大嫂 她认为法院判的不公 柴小雪还没有说几句话 孟宪英就哭了起来 正巧老三赵战均也回来了 为了不让老人过于激动 大家建议把老人搀扶到卧室 可就在这时 老三媳妇突然冲了出来 在大家的搀扶下 孟宪英老人回到卧室休息 这时村主任也来到了调解现场 对于老二赵战胜抱怨大嫂 不孝敬父母的事 调解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先敢法律给你讲 因为没有能割了 至于赛阳能殿养 如果他愿意去关老人 他就去关 如果他不愿意去关老人的话 不能说枪脱与他去关 这是法律的规定 在人家来说 他本身没有那个人 天都塌了 山也倒了 那么你还领住咱家的孩子 不该嫁 有个亲娘 他都给我对系咱家来了 这是敢在老说法 对对 或者人家把啥子给你骗人 对 如果把啥孩子撇到大孩 那么你能把他啥孩子挪是不能 没有能割了 这是老娘来复杂了 对啊 调解员希望赵战胜 能站在大嫂柴小雪的角度上 为他考虑考虑 或许这样 他就不会再指责大嫂了 毕竟他一个女人 能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本来就不是一件义事 他要凭两心去说话 走一个四个以后 他还没你看咋是嘴的 他没的 他转老人那个时候 跟那两个阵子去找我 我就说 我改这个水碟装修了 你这两堂房 我说 我可以把水碟给你走走 再接着这些装修一下 因为他还小的 对对对 我也不说我有多好 我只有这能力了 老二赵战胜表示 他对侄子和侄女问心无愧 听到这话 柴小雪不愿意了 你给我回来的 你给我回来的 我这两年了 他这两年了 他俩借全信我了 你给我这说的 不是我这说的 你当时哪 我不是有个人就说 你表着整整个这个号 那兄弟都在给你说 那给两个孩子说 给你说是一样的 老二赵战胜和大嫂柴小雪 是针锋相对 为了避免矛盾升级 调解员想听听 孩子是怎么说的 你从吉时到现在上学 那这两个书对你怎么样 可以 傻叫可以 是好是坏 好呀 对呀 那不能说我可以 我书对我好就是好 对你好是哪个真心对待你呢 对我可以呢 自是标面 我说的好 那种机械运 秦庆之间 秦庆之间 对 就是把那个 标面做了很大位 你回家想哭了就跟谁 听他没两个 下转有啥用 为啥呀 一句话说到底 你们去看哪里 给妈的方 你说不 要过多少年 还有两件 你们在外面他俩 做了点啥 我都不要坑我一软 赵龙帅说 之前他的大叔二叔 对他的确不错 但自从2009年 拆迁补偿款一事 他就从心里 记恨起两个叔叔来 他觉得 这是明摆着 在欺负他们家 我说的都是表演的一个 你听你说 这个孩子姐说话呀 不知道这个话 情和话重 要是我去分析的话 那么 没有能搁了 你照顾那家的证门 那啥要说啊 那说不定也是个爹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原来的甘心那么好 人家闹成这一地步 甚至于租入法庭 正当调解员疑惑之时 老三赵湛军突然说话了 老三赵湛军 一同回到了他的家中 这不是这是个司机 这当中是个嘎枪 当中是个嘎枪 他住了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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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啥现在他把东西 能到这个屋子 这个房子行一点 原来他没有媳妇 他离婚了没有媳妇 他离婚了 那时候没把房子 那烙泡沫匠就在这个房间里头住 就在这儿住 那对于说 现在是这 现在属于你来了 这一楼都属于你来了 柴小雪告诉调解员 老宅子没拆之前 北屋五间为老人所有 东屋三间为老三赵湛军所盖 南屋四间 由柴小雪和老二赵湛盛各两间 另外柴小雪还有一处宅基地 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 柴小雪与赵湛军赵湛定立过一份契约 契约的内容是 为了让老三方便结婚 柴小雪愿意拿自己的另一处空宅基地 与老三赵湛军交换 待老三将房屋盖好搬走之后 老二赵湛盛出三千元钱赞住东屋 南屋归赵龙帅所有 老二赵湛盛化好宅基地 盖好房子搬走之后 他原来居住的两间东屋 也归赵龙帅所有 这份契约经交作市 马村区人民法院依法确认 所以约定的东屋南屋归原告赵龙帅所有 柴小雪告诉调解员 宅基地政上的名字还是她的 可婆婆孟献英去领钱的时候 却把钱都拿走了 对此调解员要询问一下村主任 村南我问你 咱这个赔偿宽 是拿走咱的土地失雍证 这子敌证去取这个钱 还是说我在这儿住 这个地方就属于我来 由于家人没有按照这份契约来执行 所以出现了问题 村主任也想劝劝大家 签订这份契约的时候 大家是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但等到拆迁补偿的时候 大家却变卦了 不关是咋说 看着那哥那个饲料上 看着咱家这个秦志子上面 咱现在过来都比他那个孩子还笑 我觉得这几万块钱不算啥 现在你说这样 有些的时候 给他十万也应该的 我现在我还欠两三万块钱 我离开了现在一个人过来 我去哪里 你听我你讲 你这样讲的话 在人情上来说 我不同情于你 在法律上来说 更不支持于你 你也有可能 我的签签都应该 都对的 是吗 你的签签一定得到 你的房子得到了没有 你有一套房子了没 我的房子给哪里 给你分的没 我还要你们给 我把眼神领住 签签的没有房子 有房子怎么交钱 没有这个交呀 据了解 签签补偿 给老二赵占胜分的 也有120平米的房子 可老二由于没钱交付 所以他现在还拿不到房子 但这并不能成为 他拿着侄子的钱 不给的理由 你想讲你好不好 我咋是不加力了 你还先把你这困难 搬在面前 社会没有给你这个路子吗 国家没有给你这个 叫你去支付的路子吗 你没本事去整 你好吃来做 我现在都是去摇板的 我现在都是给摇板的 你是不是摇板的 你又不含又不杀 市场又不馋 为什么去摇板 你也咋咋咋咋咋 我不想看他说 牙情没有牙明一条 我给你说 你可以说这样 我可以跟你说 没有意义 我跟你说 我只知道 就是那秦哥已经死了 那那侄子那那 讲了又能成仇人吗 今天能代表啥 能代表那那秦吗 你有一千万兄弟 你往哪一趟 你一分不知 不是你了 那不错 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让你一下 你可以给他达成一个 对 周宝新法官原本是想给老二赵战胜提出一个解决办法 可却遭到了赵战胜的强烈拒绝 现在这个 当国家这个大执行环境 是相对来说比较厉害 而且措施手段也非常多 所以说你 我知道呀 你记住 我来给你查看 是 就是想 咱们把这个案件能够顺理的推行下去 能够能解决了以后 你们家人还仍然是一家人 我们为什么要麻烦人家存账 我们为什么要麻烦人家 紧密条件 我们可以不麻烦他们 真的是这样 为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家人的矛盾 周宝新法官已经不知道跑了多少趟 费了多少口舌 就是不想让这家人闹得更僵 可被申请执行人 却没能理解法官的一片两苦用心 对于老二赵战胜提出的问题 调解员都一一回应 可赵战胜却不以为然 看到大叔的态度 赵龙帅急了 村主任赶忙劝说 大家齐心协力地劝说着赵战胜 可赵战胜却无动于衷 于是调解员准备和村主任 把赵战胜叫到屋子里 单独谈谈 这边调解员和村主任 在劝说着老二赵战胜 外边周法官给老三 也做起了思想工作 是 咱暂时上会有 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巡视 但是你想想这不是外人 说败了这不是外人 是 啥都不用说 来你这儿看看 去他们那儿看看 我们的心里头 都有很大一个区别 那是 我还是非党在先进 那是 我不非党 是啊 那你还有的奋斗啊 他还是个小孩呢 你现在让他去奋斗吗 我还是那时候 我都没成家的 我还是养活俩老的 老三赵战均表示 之前他一直没有成家 他把打工证的钱 都交给了父母 近几年他才结婚 有了孩子 所以他身上根本没有钱 看到兄弟俩都说自己没钱 调解陷入了僵局 那么赵龙帅母子俩 会不会先退让一步呢 这时马村区法院执行局的 刘锦法官决定 跟他们谈谈 因为不可能让他太多 你知道 你心里是多很贵 结果说了就把 我完全错过这么贵 你也和你意思 跟我意思 就跟那嫂子一样呢 也没老公呢 有个啥心里话 那那话也没人说 我觉得人在做 天在看 还是觉得能赏量赏量 把这事完成了 咱家不出大事 知道 在调解员的一番劝说之下 老二赵战胜的情绪 渐渐平静了下来 但他表示 让他一下子拿出五万块钱 他实在是拿不出来 柴小雪提出 村里已经贴出公事了 今年三月份 就要拆他们家的房子 如果到那时候 他们还没有装修好新房 那就没有地方住了 他们母子俩 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调解员本想着 再帮他们 想想其他的办法 可无论怎么商量 双方始终 达不成共识 无奈这下 州法官只好把赵战胜 和赵战军兄弟俩 带到了法院 调解员和赵龙帅母子俩 也跟了过去 待周法官给赵战胜 赵战军兄弟俩 做完个人财产登记之后 按照法院流程 周保兴法官 上报执行局局长 做出了如下决定 能弄卸上好了 敢卸上了走 不能卸上好了 就敢发言工作 发言只给你三天十天 五万三天多 必须留心万比 否则的话 发言将强制执行 这个给你搞直一下 下一步 我们首先要对他 提供这个菜摊险 所进行 这个插风 总结排卖 如果是仍然不够的话 我们让他们 向各种办法来 积取旅行 当然了 如果他抗拒执行的话 他也是会 上到这个老赖命单上 我们也会想 用很多这个 强制手段来 执行这些劳赖 其实今天 不管咱说 那书没有把这个签拿出来 也可能解决 试试它没有困难 那么即便是咱发言 因为一会要执行 把这个签给您的话 你不能说 结录签呢 咱就不认这么轻了 毕竟不管到什么时候 这就应该书 不要急狠 该见到人的话 该教到教到 好好的学习 讲以后 多小心小心地拿 中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